那AI的技術之下 這個DeepFate的技術 真的算是日新月異 過去DeepFate可能是單人造假 但是在香港2月份的時候 它就發生了一起案件 由某一個跨國公司 香港分公司的職員 被騙轉帳了高達2億港幣 給詐騙的份子 那歹徒是假冒職員的 英國上司要求轉帳 2億港幣 8億台幣耶 很多耶 怎麼會這麼容易被騙啊 參與視訊會議的那些人 都不是他們真正的同事 什麼意思 這些人全部都是經過精心製作的 身為影像 你的意思是說 整個視訊會議裡面 只有一個真人嗎 其他都假的嗎 一般來說呢 這個身為的詐騙 都是用一對一的視訊內容 而這一次呢 是一對多的這個線上會議 然後參與者全部都是偽造的 哇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有這種技術耶 大家好 我是志祺 大家好我是掰掰 歡迎收看社會鬧什麼內幕 打解密 掰掰 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Hey y'all It's Taylor Swift here Due to a packaging error We can't sell 3,000 Le Creuset cookware sets So I'm giving them away to my loyal fans for free If you're seeing this ad You can get a free Le Creuset cookware set today But just a heads up There are a few rules You must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can only get one free kitchen set per household All you have to do is click the button below And answer a few questions These will only be given out until the end of the day today So don't hesitate Supplies are running out So get yours while you can Thank you guys for all your... 剛剛那不是小天后泰勒斯嗎 對 這是泰勒斯之前在IG、Facebook上面 廣為流傳的一個影片 那當時呢 這個Taylor Swift以代言人的身分 為這家知名的法國品牌 來宣傳免費贈送廚具的廣告 想要點下連結付9098美金 就可以收到整品 哇 這牌子很貴耶 但是這樣也太划算了吧 只是如果它在社會鬧什麼出現 那漢情應該不單純吧 沒有錯 因為這是一支假的影片 泰勒斯跟郭具的品牌方都有出面表示 根本沒有做過這樣子的宣傳活動 那根據這個美國布法羅大學電腦科學系教授的分析 這就是Deepbait的詐騙 很可能是利用這個文字轉語音的服務製作 而這類的工具可以將這個腳本轉譯成聲音 並且以唇語同步的程式呢 合成到這個影片的片段上面 製作的過程可能不到45分鐘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有這種技術耶 對啊 我覺得這支影片看起來呢 泰勒斯他一開始還有一些些不對上嘴巴的狀況 那發布的網站呢 也不是泰勒斯的個人專頁 所以其實破綻是蠻多的啊 那我再給你看另外一支影片 我們都是農地傳人 掰掰 你覺得這個聲音聽起來像誰 我剛剛就在想是習近平嗎 可是 欸可是這個歌詞 然後他這樣也太跳通了吧 對 你聽到的確是這個習大大的聲音 但不是習近平唱的 這是馬來西亞的歌手黃明志 他的新歌龍的傳人 那大家都知道他因為玻璃新這首歌諷刺小粉紅 而被貼上了一個反共歌手的標籤 那他的情歌到底去哪裡找來 跟習大大聲音如此神似的人對唱 他自己在幕後花絮中的解密 就用的就是這個AI技術來準確的模仿知名人士的聲音 只要自己將這個音頻錄好 上傳到變聲五分鐘都不用 像這樣子的網站擁有上千位 不管是政治人物或是歌手的聲音任你選 那就有資安專家說過 現在只要擷取五秒鐘你的聲音 就能夠拷貝出聲音特徵 偽造到機程上 哇那我覺得這有點嚴重 因為這些知名人物在網路上都有很多受訪或是參加節目的素材 誰要或許他的臉部或是聲音等之類的素材 真的超級容易啊 這樣很容易被取材欸 對啊現在只要不是真人肉身面對面 不僅是這個親耳聽見不能夠信 就連眼嵌為憑也要心存三分的警戒 怎麼說啊 最常被deepfake的應該就是特斯拉的總裁馬斯克了 那之前他們最有名的就是在推特上面呢 有一個影片是馬斯克神情恍惚 他自稱刻藥的說感覺超high 準備去設計30輛嶄新的太空車去火星 那這個勁爆言論呢 還有這個模糊的影像品質 就讓人非常的難以辨認到底是還真的還假 我知道這個影片啊 他後來做的人是有出來說 他是利用馬斯克跟其他人受訪的影片 然後再結合他的AI面部還有聲音 然後來創作出來的 對因為這個發言不太正常 再加上影片模糊的關係 很容易就被發現這是造假 但是我再給你看看另外一支影片 為什麼我覺得看起來就是說不出來怪 是他眼神太單一然後飄飄飄 還是他聲音很平 感覺怪怪但是說不出來哪裡怪 對啊像是你剛剛講到的眼神最新 其實都有點乖乖的 嗯嗯 那這其實呢是一家假的加密貨幣平台 利用deepfake的影片冒充馬斯克的身份 這個後面呢還有TED的字樣 發布馬斯克的deepfake影片 宣稱了馬斯克利用這個該平台賺進的高獲利 進行加密貨幣的交易詐騙 你想想如果你是投資人啊 或是馬斯克的粉絲 是不是很容易就掉入了這個陷阱 是很容易 而且你面對偶像的時候 其實那面不會看那麼陷 欸之前真的很壞 可是這也讓我想到就是我們之前在聊愛情詐騙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個BBC的紀錄片 他在講相關的內容 然後就說影片有一個女生 他是被網路交流的男性 就是溫柔的呵護溫柔的對待 他們聊到最後之後 這男生就跟女生說 他希望他可以投資虛擬貨幣 然後聽到之後這女生就覺得很怪 就是他很警覺地就用虛擬貨幣不了解 我不了解這個東西來拒絕了 沒有想到那個男生馬上就打了一個視訊過來 然後看到視訊裡面的那個男生 就是他聊天的那個影片的那個對象 他就覺得喔好啦他一定不是詐騙 然後就投了250萬美金進去 喔我看到這時候真的是心呆 我想說250萬美金超多欸 怎麼就這樣就被騙了 對啊在AI的技術之下 這個Deep Play的技術真的算是日新月異 過去Deep Play可能是單人造假 但是呢在香港2月份的時候 他就發生了一起案件 由某一個跨國公司 香港分公司的這個職員呢 被騙轉帳了高達2億港幣給詐騙分子 那歹徒呢是假冒職員的這個英國上司要求轉帳 2億港幣喔讓我想一下 8億台幣欸很多欸 怎麼會這麼容易被騙啊 對啊根據香港警方的消息呢 這名員工收到的聲稱是 英國總部財務長的視訊會議的郵件 同時呢要進行秘密交易 原本他也認為是釣魚的郵件而產生懷疑喔 不過郵件的當中呢說要召開這個視訊會議 共有4到6名公司的重要夥伴一起參與 喔可是他聽到秘密交易居然會覺得是釣魚郵件 代表這個員工還算機警啊 對啊那名員工呢因為視訊會議真的如期開會喔 所以稍稍的放下戒心 以為自己正在參加公司的視訊會議 而且參加者呢都是自己熟悉的面孔 那位英國總部的財務長呢 在會議的期間呢都在發佈投資相關的指示 並要求這位香港的職員轉帳到不同的戶頭 而接著衝衝的結束了會議 嗯可是目前我覺得聽到現在 就除了轉帳到不同戶頭有點怪之外 其他都沒有什麼大疑點啊 所以問題在哪 問題就在於參與視訊會議的那些人呢 都不是他們真正的同事 什麼意思 這些人全部都是經過精心製作的身為影像 那歹徒呢透過YouTube上面 過去公開的這個公司會議視訊片段 創建了這些假冒的人物 這個職員在討論機密財務交易的幌子之下 被誘入了這個視訊的通話 而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轉帳了15筆到5個不同的本地銀行帳戶 總計達到了2億港幣 等一下我現在聽到這邊才反應過來 你的意思是說 剛那一大拖人裡面 整個視訊會裡面只有一個真人嗎 其他都假的嗎 對 一般來說呢 這個身為的詐騙 都是用一對一的視訊內容 而這一次呢 是一對多的這個線上會議 然後參與者全部都是違造的 更恐怖的是 DeepFake技術呢 甚至不只是用來詐騙 先前台灣呢 也有一起知名的案例 本名朱玉成的網紅小玉呢 與他的這個裝性助理 涉嫌於2020年的7月到2021年10月期間 濫用DeepFake技術 將119人的臉移花揭幕 合成到日系AV女優的色情影片當中 之後又建立了台灣網紅挖面的這個推特 供人購買啊 註冊會員瀏覽影片 共賺取了1338萬4765元的不法所得 其中包含了十人議員的黃捷 立委高嘉瑜 一人雞排妹都是受害者 喔 我記得那件事情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他對女生超級不尊重 有夠惡劣 但我有點忘記後續怎麼發展 目前該起案件的二審判決出爐 小玉遭到重判5年的有期徒刑 不得一顆罰金 而莊姓助理呢 也被判刑4年6個月 但案件呢 尚在進行當中 值得注意的是 二審高雲表示呢 現今這個網路影像的流通無遠福建 難以完全消除 且本案遭到查獲的影片數量龐大 獲利不小 認為呢 一審量刑稍嫌過輕 故撤銷的原判決因此改判 並且加重了刑期 欸 確實過輕 而且還好啦 至少我覺得台灣法律會重視這塊 不然還很擔心這種新型的詐騙手法 會因為無法可管 越來越猖獗 對啊 其實呢 目前刑法已經修訂增列了 防害性隱私及不實性隱相罪章 的這個處罰規定了 所以這部分呢 是有法可以去管理的啦 但是我們討論這麼多 難道Defake就沒有任何方法 或是技術去管理它嗎 嗯 現在網路上面 有免費開源的這個身為偵測工具 例如像是這個Deepware 除了偵測工具之外呢 目前身為影片製作人有破綻 所以也可以用肉眼來辨別 直接用眼睛看嗎 那但我們應該要注意哪一些地方 你可以先注意這個影片裡面的 背景區域是否模糊 另外呢 在這個AI生活的影像當中 人的側臉啊 脖子等等部位 現今軟體呢 不會偵測分析且應用到 因此呢 這個側面的影像 會產生模糊狀 然後臉部跟脖子也會產生色差 可以注意呢 人臉的區域是否閃爍啊 輪廓是否自然 再來呢 就是講話是否對嘴 目前身為技術呢 並沒有辦法讓說話者的這個聲音 跟嘴部的影像 達到十分的吻合跟同步 而且目前這個身為造假的技術呢 還沒有辦法做到同時 模仿一個人的表情跟聲音的情緒 也可以透過檢驗聲音當中的情緒 以及他的面目表情是否吻合來辨別真偽 那講了這麼多 白白 你有遇過或者是身旁的朋友 有這樣的經驗嗎 欸 我覺得應該是我 或是身邊的朋友都不夠有名 所以我們還不會到變成歹徒 就是針對的對象 所以算是沒有遇過吧 那像我自己其實身邊就有一些youtuber 他們都有被偽造過 像剛剛這個事件就是 然後以及呢 我自己也會擔心 因為我的影像啊 還有聲音 都在網路上面 其實也是很容易被取得啦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忽然有親友啊 同事要求視訊 或是生活當中有未見過面的人 自稱是監禁的公務人員視訊 而且呢 在通話當中要求會錢 最最最最簡單的 就是可以要求對方轉頭啊 變換姿勢 在臉前揮手 就可以藉由這個影像破綻 分辨出對方是否使用了身為的 AI技術來變臉避免受騙 除此之外呢 這個民眾也可以與親友 互相約定一個通關密語 進一步的避免被騙 欸沒錯 而且 行事局提醒要謹記三個要點 談到錢要警覺 談借錢要查證 談投資金錢要當心 好的 那今天的社會鬧什麼 聚焦在AI世代的詐騙手法 希望對於網友們都有所幫助 我們還有很多社會現象 社會觀察 社會檔案內幕分析 歡迎鎖定我們NOWNEWS頻道 請幫忙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社會鬧什麼 我們下次見